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台北市公办都更新计划启动 以三大家值服务 造进场 帮试算 助选民 协助市民推动都更程序 公司协力 共创一居城市 公办都更申请门槛降低了 以往第一阶段 就需要90%的住户 同意都更 但根据过往经验非常困难 因此将第一阶段门槛 降低至75% 让政府可以提早进场协助 增加市民意愿 大家也知道台湾我们在地震带上面 我们经历过921地震 最近大家也看到土耳其的地震 所以感受到 其实现在市民朋友 想要的不只是居住的舒适 更强调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想在去年 我也特别提出了相关都更的策略 当然我想最重要 我们也希望说 怎么样能够加速都更的速度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提出来 也就是包括找进场 帮市算住选屋 三个三大加值的创新做法 能够加速整个都市更新的速度 我们现在几个程序的步骤里面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举相关诊宅的例子 包括性为诊宅 举这个例子 因为去年我也特别到性为诊宅 去几次 而且今天也谢谢我们 廖主委有钱来现场 特别的关心 所以我想也把这样的一个讯息 能够告诉大家 也就在第一阶段 我们现在公伴都更 要先调查住户的意愿 那原本公伴都更二点 就是旧有的这个规定 是必须要意愿达到百分之九十 住户百分之九十有意愿 我们才会进到下一阶段 也就是下一阶段 政府还有相关团队才会进来 进行相关的评估 财务的试算 建物量体的规划等等 但因为现在一直卡在第一关 也就很难达到百分之九十 包括举例行为诊宅 已经非常努力了 现在达到百分之将近八十一 八十点九三 已经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说要再到百分之九十 真的就很困难 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问题 今天特别提出来 在第一阶段 我们希望意愿门槛降到百分之七十五 那这有什么好处 大家会讲 那当然可以很快地到下一阶段 到下一阶段 市政府我们就会结合 民间的专业技术团队 进行相关的财务试算 建物量体的规划 还有包括召开说明会等等 让原本可能还在观望 或并不清楚整个都更程序的住户 他可以很清楚了解相关的数据 同时他也很信任政府 已经及早的进场 也会提高原本观望住户 他加入公办都更的意愿 这个计划有三个亮点 首先也是回应市长的政策 降门槛 我们降低受理的意愿到百分之七十五 提早进行规划更新 第二扩量能 市府跟住都中心联手之外 我们更加入民间技术团队 一起进场合作 加强协助的力道 扩大服务的量能 那再来我们都知道 推动都更共识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这样的共识必须奠记在资讯透明的基础之上 市府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会协助市专 协助选屋 让居民能够了解自身的权益之后 再表达更新的意愿 七五九九计划有四个申请条件 来向各位做报告 首先第一个 按照都更条例的规定 公办都更必须位于公划更新地区 所以我们七五九九的基地 必须位于公划更新地区的范围内 第二个 考量基地开发的最适规模 所以我们的面积 必须达两千平方公尺以上 第三 我们为了协助台北市 更多的老屋来进行更新 调降了公办都更的门槛 私有土地 及私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数 或者是合法建物的户数 意愿达百分之七十五 那最后这个计划 我们优先来协助没有跟潜在实施者 签订同意书或协议书的地区 后续的实施方式 我们会由台北驻都中心进场 担任实施者 以权力变换的方式办理 那后续我们会对外 征求出资人进场协助 7599专案计划 只要达到都更法条规定的申请条件 欢迎民众在8月31号前 尽速申请 谁可以来申请公办都更 首先是位于都市更新地区 面积达两千平方公尺以上 那么社区的意愿呢 整合达到75% 没有跟潜在的实施者签订契约书 或是同意书或是协议书 就可以来申请 在市长上任之后 便只是我们如何来加速协助 我们公办都更的这个进行 所以我们把第一阶段的意愿 降低到75% 只要达到75% 我们必进就可以进到第二阶段 好 第二阶段是方式算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的专业的团队 就会行住来进行方案的评估 包括整个建筑物的规划 建筑物能够盖多高 住户能够分得多少的楼梯板面积 这些都会让住户来先知道 那在第二阶段的意愿调查 如果达到90%以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第三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的住都中心 就会直接进驻 包括模拟更新后的房型 跟权力价值 让民众来选屋 那么民众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房型 还有区位位置 以及我选屋之后 我需要进行的找补的金额 有一个全盘的概念 7599由台北市政府 以及住都中心 还有我们委托的民间专业者 共同来推进都市更新 那么都市更新台北队 我们准备好了 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免费申请15人的法令咨询说明会 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是27815696 分机7599 分机7599 请联络我 讲完说北市有近八成的建物 是屋林超过30年的老屋 更新脚步刻不容换 希望透过政策升级 结合市府团队 北市驻都中心 及民间专业团队 加速北市都市更新脚步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方便往返台北基隆的通勤民众 基隆市政府方面提出了109班次台铁直达车 增停南港站的折中方案 立委蔡适应特别邀及台铁协商 并建议台铁在4月大改点前 能先行事办 确认民众搭车的状况是否可行 台铁方面也允诺在一周内决定如何实施 对于基隆市政府提出台铁109班次 增停南港站的直达车折中方案 在立法院蔡适应邀集下 台铁局局长杜威特别率领同仁 到国会办公室说明相关进度 台铁方面表示 因为增停南港站涉及到时刻与班次调整 知识体大 需要更详细的规划与评估 台铁局特别来委员办公室 拜会委员 也了解到地方的需求 那针对列车是否增停的部分 台铁局会再带回去研议 做仔细的评估 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困难点在哪里 针对列车的行驶的仔细的时刻的部分 我们还要去针对仔细的去评估 增停是不是可能对列车 其他列车 临近时间内的列车造成延误 这个都会对旅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个要很仔细的去评估 由于台铁预估4月将进行一波大改点 蔡世英建议台铁方面可以在改点前先行事办 台铁局长也允诺在一周内决定如何执行 那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反映说这个南港转运站 本身位置越来越重要 所以南港车站跟南港转运站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加的站点 那今天早上我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都会度局长 还有他的重要的这样的调度室的相关人员 大家来讨论 那局长表达说这个议题应该是有可能可以来实行 那我会建议的方式先用事办的名义 因为台铁预估在4月底的时候会有个全部的大改点的计划 那我是想说我有跟特别跟局长提到说 在正式大改点之前 如果这个班次增停南港车站 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改点的状况的话 那也许可以用事办的方式 让民众来使用看看 觉得在南港站多停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班次本身有没有影响 以及民众的需求高不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前后班次 都有停南港车站 所以对民众来讲他的选项很多 会不会把这个班次列为他优先选项 这个就是民共的用路人 他本身的一个习惯的选择 所以今天主要跟局长 跟我们所长这边有聊了很多这样的议题 那台铁预估说赶快竞速一个礼拜内决定 这个实行如何来实行 那我也非常高兴局长有听到我们地方的一个建议 那主要原因是我会竞速来促成南港上的家庭 但南港上的家庭还是要看胃儿的酝酿 能不能达到满足的需求目标 那最后作为4月底台铁重新改点改班的 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参考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针对9026路线客运托班等问题 立委蔡世印再次邀请公路总局 与台北市监理所等单位到国会办公室协调 监理所方面表示针对托班等违规行为 会依法持续开罚 到2月20前已经开出了15张罚单 一张9000元 也会持续辅导业者解决司机缺缘 及车辆数不足等问题 9026路线客运托班问题持续 关心通勤族权益的立法员蔡世印 再次邀请主管机关公路总局 及台北市区监理所等单位开会协商如何解决 台北市区监理所方面表示 目前已经派员到各大站点紧盯班次状况 并依法对于托班等违规事项持续开罚 到2月20号为止已经开了15张罚单 一张罚单9000元 监理所也协助辅导客运业者 解决司机缺缘及车辆不足等问题 台北市区监理所针对9026近期 就是人车班次突班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我们有加派人力 包括基隆端的一个主要大站 去协助调度支援车辆的调度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针对9026的客运业者 他一些班次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开出相关的一个法端 针对他一个班次事务不足的部分去做处分 然后另外也辅导业者 就是包括协助帮他招募 适当的一个人力跟租借 协调业者租借相关的车辆 让他能够回复正常的营运班次 我们会依照公路法相关规定 只要他有卫一规定拖班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一定会做处分 那如果拖班的情况严重的话 依照公路法规定 最重就可以因为他的一个经营不散 然后去给予限期的一个改善 如果为改善完成的话 都可以废止他的运输业执照 然后最长期间是一年 立法案蔡世英除了要求公路总局方面持续稽查督促客运业者改善外 由于公路总局方面已经同意 9026路线在假日延伸到南港转运站上下课 蔡世英也呼吁客运业者紧速实施 方便通勤民众搭乘 重点是满足我们的市民 南港到基隆的这样的通勤需求 就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是 9026他延伸到南港转运站的部分 那目前公路总局同意他在假日的时期 全部都要进南港转运站 那公务已经同意给符合客运业者了 那我们请符合客运业者 尽速决定此发的时间 就是现在只到了南港展览馆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南港转运站 这是业者来决定的 那公文我已经就协调完毕了 公文都发出去了 就请符合客运尽速的决定 此发的时间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宏道老人基金会也乃ColorWork 建走活动 今年以勇敢不拒激发热情为主题 建走大使曾宝宜 与89岁六熟针阿嬷 及79岁曹东湘阿嬷 一起为今年迎来第十年的健走活动 号召社会大众 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亲朋好友 都可以一起带着长辈走出家门参与活动 跟着健康管理教练的口号 一起做暖身操活动筋骨 接下来做出动作的同时 还得考验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和反应 好 来 九点钟 好啦 非常好 都记起来了吗 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 也乃ColorWork建走活动 今年以勇敢不拒激发热情为主题 邀请建走大使曾宝宜 与廖淑珍 曹东湘两位阿嬷 一起为活动开启序幕 现年89岁城市国小老师的廖淑珍阿嬷 生肢运动对健康的重要 所以退休后 仍将生活安排得精彩丰富 79岁的曹东湘阿嬷 则是宏道南港社区据点服务的长辈 每天早上从戏址 自己一个人坐将近半小时的公车 到据点已经维持五六年 一个礼拜上一次芭蕾课 那瑜伽课呢 瑜伽差不多是每天的 每天 他手上的肌肉不是开完 那我们想要看一下阿嬷的肌肉 你看这些线条 你看这些线条真的 你要呼应他们 怎么起来做运动 反正每天要持续的坐 不要说今天坐明天就不坐 哎呀累了算了 就不行 一定要去 你知道我觉得人啊 照一个运动领域来说 真的如果你有试过推车的话就知道 只要你推着他动起来 他可以一直持续的走很久 可是你停下来了 你想要再重新推他 真的就会有点困难 你要用更多的力气 我觉得阿嬷就是告诉我们 你就持续不断的动 然后能量会再升能量 能量会再升能量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 距离你年轻的时候的状态 很遥远 因为他现在活的 我觉得可能跟四五十岁 根本没差 没差 我觉得他活的比我还充实的多 妈妈你都有一直在维持运动 对不对 而且每年见走 都有参加 而且持续的一直走 是不是也会找很多好朋友一起参加 有 我们可以 里面的同事啊 朋友啊 一起走 好 那你有兴趣 为什么要带长辈一起出门来参加 锻炼我们的身体 OK 对 然后我们的活力 让我们更加有活力 对不对 对对 建走大使珍宝怡 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 与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也让他从小就熟悉如何与长辈相处 希望透过这次的机会 鼓励更多人维持运动习惯 而活动除了有五公里的永角里程 还有公益园优惠与摸彩 欢迎民众西老福佑一起来参加 平常跟爷爷奶奶都做什么样子的休闲活动呢 就是我跟我爷爷奶奶做的最大的休闲活动 就是去喝港式饮茶 我爷爷奶奶个人本身都有很喜欢的活动 当年他们还在的时候 我奶奶最喜欢去的就是菜市场 我爷爷最喜欢的就是呼朋饮伴 去按摩 按什么摩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爷爷的按摩王 回来还会学一些工法 比方说他就会在家里教我们做一些什么甩手工 喔 水手工 听说是有香工啊 香工啊 然后每次做完就问我说香不香 香不香 我觉得还好还好 这法油的味道很香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要邀请家中的长辈动起来 其实要给他们很多复合式的理由 比方说我奶奶喜欢买东西 所以去逛菜市场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出门理由 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跑活动 除了有见走之外 我们还有园友会 然后有很多活动 还有抽奖 然后跟大家一起走 这样子 然后长辈们就会来 我觉得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了 就老人家 像我这种也是 出门不会只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会觉得 好像一鱼两吃 梦拿丶三口 这个是最符合老人家的经济效益 我们厉害在哪里 我们跟一般的长辈活动 不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当然就是因为我们除了有见走五公里之外 我们还有公益员优惠 真的 我们有非常多的摊位 后来站住还有很多公益团体 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很多游戏让大家玩 剑走也有三好礼 像这个T恤今天我们大家都穿 这料子很好耶 其实很舒服 而且还有这个达政的奖牌 这个真的是荣耀 这个我有收集啊 这对长辈们来说真的是很荣耀 如果能够在墙上一面一面这样挂起来 就跟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真的很多长辈 可能会把这个活动 视为一年努力的目标 宏道办理 也乃Color Work 今年已经来到第十年 累积两万多人次参与 执行长李若琪表示 老化是必经的过程 只要愿意外出参与活动 持续运动维持激励 就可以延缓老化 影响丰富健康的老后生活 十年走着走着 从台北以外 其实我们也开始了 走到了高雄跟屏东 都希望真的是打造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家中的年轻人 可以带着长辈 一年一度来到这样子的 一个户外的空间 享受家庭的欢乐 那除了这件事情 我最近很常听到我的伙伴跟我说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服务很多所谓独居的长辈 或者是就是他可能家中子女 平常没有跟他同住的长辈 或者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失能 就是他可能需要我们的居家服务进入 他们告诉我一件事情 很多的长辈把一年一度这个活动 视为他的生活目标 因为他想要参加剑走的活动 所以在平常我们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开始在家里面 做很多居家趣味运动 当他可以提升他自己的激励 激励之后 他才有机会真的跟着我们的志工 或我们的照顾秘书 陪着他一起来完成五公里 这样子的一个见走活动 所以我想一个好的活动 真的可以让长辈走出来 让家里面的人陪着他 也可以让很多的志工 很多的关心这些长辈的人 有机会陪着他们一起做 他们人生很有目标的一件事情 红道野乃ColorWork剑走活动 台北厂将于5月27号 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举办 即日起至3月31号开放报名 邀请有兴趣的民众相约 一起来参加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有五成四上班族被迫成为月光族 其中甚至有近一成七每个月是入不敷出 为了要增加收入 有三成三的上班族除了正值还会兼差 比例相较疫情前增加15% 每周能多赚近6000元 在镜头前摆出摆出模特儿的姿态 30岁出头的珍珠在一郎担任行政人员 每个月薪水3万多元 但光是15000元的房租就去掉一半的薪水 偶然获得人体模特儿的兼职机会 平均每个月可多赚1万多元 26岁的Winnie是建设公司助理 假日和朋友一起兼职彩妆造型师 开课教授彩妆技巧 婚礼淡季每个月就有1万5到2万元的收入 遇到婚礼旺季光是新秘收入就会超过本薪 任职于连锁家电通路的林先生 每月收入大约4万3 但需要负担房租及孝亲费 为了增加收入 他利用休假时间兼职 到卖场当即时注点销售 或大型活动操偶 一个月可赚近1万2000元 我是在艺朗担任行政助理 那因为艺朗行政其实就3万多点 因为自己本身对艺术绘画有兴趣 然后也有相关的人脉 所以我就担任下半时间 或者是休假担任人体模特 或者是人像模特 这样子因为他收入蛮高 然后其实工作时间也蛮短 所以其实很好利用 我是没有孝勤费这些 但主要是我的房租就大概要1万5 对所以等于是薪水一半就没有了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还蛮想要买房子的 然后就觉得其实我们原本的薪水 就觉得好像不够 然后又很想要就是透过就是额外的收入 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赶快存到第一桶金买房子 原本的薪水是3万块 然后我像兼差的收入的话就差不多到一半左右 有超多1万5到2万 兼差的工作就包括了卖场的销售嘛 那有时候会去一些大型的促销活动穿玩偶装 那偶尔也会去拍广告这样子 那大部分的话都可以增加大概1万多块这样子 就是也是不无小补啊就蛮觉得多 因为平常收入就是怎么讲 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啦 就是还算够用 当然是希望说之后也可以买个自己的房子啊这样子 毕竟现在还是租房子嘛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3成3的上班族除了正值还会兼差 比例相较疫情前增加15% 每周能多赚近6000元 而上班族属意的五大热门兼值 包括餐饮内外场 社群经营 超商门市 卖场销售 以及网拍代购等 平均的基本薪资是来到了44000多元 可是大家却觉得很无感 那最主要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二五战争 然后呢还有这个疫情之后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这个通膨 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受 所以其实实质性薪资呢 反而是倒退录了0.15% 那也是创下近十年来的新敌 也让相当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新贫足 也因此呢 大家就开始想要找寻兼差的机会 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有3成3的人 其实是希望说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兼差机会 那比起之前疫情之前 是高出了15% 那大家最主要想要做的兼差工作 大部分呢还是像是接案类型的 比方说是电商小编啊 又或者是一些接案的角色 最主要是因为工时弹性 也不限地点 那相较于像是超商卖场 或者是餐厅这样子 比较固定时间工作 地点的工作 相对来说还是网络接案会更吸引人一些 针对近期内政部释出房贷补贴3万元政策 调查也显示 近6成3认为补贴金额太少 帮助不大 最主要也是因为说 这一次提出的这个3万元的补助 它的这个标准其实是有一点高的 首先呢 你的家户的收入 必须要低于120万 如果家户收入高于120万 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这样子的津贴补助的 那另外这3万元是一次性的请领 也就是说呢 你请领这一次3万元之后 也就没有其他的补助了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五颗蝗牛来说 更没有感觉了 因为他们甚至连房价都高攀不起 所以这3万块可以说是看得到吃不到 调查也指出 让上班族感觉负担较吃重的主要开销 有6成3是生活费 5成9为房贷房租 还有孝亲费以及教育费等等 上班族要减轻经济压力 除了勒紧裤带 也得靠兼职增加收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行政院拍板定案 全国三大区域的交通月票方案 其中北北基陶部分将推出1200元交通月票 台北市长蒋万安除了感谢中央外 也呼吁针对中央管辖的国道公路及台铁部分 应该由中央全额补助 至于现行双百1280元交通月票退场机制 交通局方面强调 四个市会沿拟一套机制 确认后再对外公布 在交通汇报上 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颁奖表扬优等公车业者 对于行政院拍板定案 北北基陶1200元交通月票 蒋万安非常感谢 也肯定这项政策能减轻民众通勤负担 至于双北目前实施的1280元交通月票 将规划相关退场机制 不会让购票民众权益受损 谢谢中央昨天在行政院会 有拍板定案1200的交通月票 那当然谢谢交通局王国在部长沟通的协调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北市 当然非常乐见 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开始 希望能够被被乞讨 有相关运据的纳入 还有推出1200月票 减击民众通勤的负担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财务规划上面 能够有永续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规划是三年 但是三年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中央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补助方案 那另外也就是1280队长 我们一定会有相关的被套 不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讲完也进一步向中央喊话 希望1200元交通月票 扩大纳入公路客运及台铁部分 还有相关机械设备部分 都应该由中央全额补助 其实我一开始提出来 就是希望第一个 就是中央可以就 这个包括公路 还有台铁的部分 因为是中央管辖 应该全额补助 那另外就是关于 这个机器设备的部分 其实也应该全额补助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中央能够听到地方的声音 台北市交通局长谢明洪说明 目前双北1280元交通月票最高使用量是34万张 预估如果纳入国道客运与台铁后 使用量有机会上看76万张 到时候相关财务补贴预算 中央要负担到55亿 地方则要负担26亿 因此他也呼吁中央能够多帮忙 在国道客运及台铁部分能全额补助 1280月票 最高的月票使用量是34万 那我们预估如果加入了国道 加入台铁 未来的那个使用量 会高达76万的使用量 那也这样子 他的财务 那个补贴的预算 我们预估大概 中央会要负担到55亿 那地方要负担到26亿 那这26亿 当然对地方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所以我们四个市 都是还是呼吁 这样的一个补助 能够中央能够多帮忙 能够全额在我们的国道客运 跟台铁能够百分之百的补助 这是我们会提出极许的呼吁 如果26亿元 在中央没有完全补助的情况下 台北市要负担多少 谢明洪表示 因为牵扯四个县市的 各种运具补贴清分 目前还无法细算预估 目前我们还没有精准的估算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四个市 在各种运具的一个补贴 不管长途科运 台铁 乃至到我们的捷运 到达各个县市之间 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清分 那这个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平台 我们会再做 进一步的一个去做细算 至于1200元交通月票 何时上路 谢明洪说 交通部的目标是在7月份实施 台北市政府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以争取市民权益为最优先目标 另外现行双北1280元交通月票 目前有退票机制 未来四个市也会沿拟一套机制 做无缝接轨的衔接 不让民众权益受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警战署执行今年首播 扫黑打炸弃毒专案行动 锁定帮派为打击目标 扫黑的部分 共执行了置评专案65件 打炸部分 查获了炸弃集团156件 弃毒的部分 扫荡涉毒营业场所143处 破获了重大毒品案 近29件 专案共查获了1224人 成果相当丰硕 铝棒脚铁甩棍空气枪 黑帮武器摆满整桌 另一头则是炸团用来作案的手机 及诈骗账款 还有各式各样制毒原料与毒品咖啡包 警政署执行今年首播 扫黑打炸企图专案行动 动员全国警力8294人 强力扫荡帮派赖以为生的 诈欺毒品犯罪 聚焦打击帮派不法分支 警政署结合高检署 在今年2013号到24号 为期两个礼拜时间 规划今年首播的一个 同步扫黑打炸 去读专案行动 那这次专案行动 共查获到黑道帮派 减速制品对象有65案 嫌犯有393人 另外在打炸这一块 也查获到炸期集团156案 六百五十六人 到其中打炸部分 查扣了现金房屋有四千三百一万元 那总金额查扣七千四百一万元 那另外在毒品部分 也有查扣到143处的一个设施的营业场所 以及嫌犯有175人 那扫荡黑道帮派 是我们的重点工作 也对他经常活动的处所 两千两百九十二处来在扫荡 也查获各式的枪支有五十七百 那不法金流 黑道帮派不法金流 达到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元 专案从2月13日执行至24日 总共查获一千两百二十四人 扫荡帮派组织经常活动处所 两千两百九十二处 查获各式枪械五十七把 不法金流达新台币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多元 成果相当丰硕 那这一次黑道帮派 涉及的毒品 以及诈气案件 有红人会 仁堂 红人会 明人会 天道蒙正义会 等这些活药的帮派都有涉案 也这一次 在警方 以及警方的一个扫荡中 来查气扫荡道案 那诈气案件的危害 让国人失误痛结 不断的以毒品 诈气 在幕后操作 都有这些黑道帮派的影子 所以 检证所 对打诈部分 绝对会 惩诈 结合 检察机关 全力 对这些 黑道帮派 以及诈气集团 全力打击 包括他们的 诈气的机房 水房 以及 车所集团 以及转账的水房 甚至幕后操纵的这些对象 都是我们要打击 减速的目标 警政署长黄明娇表示 随着时代与科技演进 帮派犯罪形态多元 同时伴随暴力行为 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警政署也将持续打击 前藏幕后的黑道帮派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酒驾的新规 去年3月31号上路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 公布了20次累贩名单 共217人贯彻酒驾玲珑润的政策 罚员与其未缴 移送强制执行 累贩还会公布姓名照片 违规车辆一律 吊扣牌照两年 其派民众切勿一身试法 去年酒驾 移送强制执行最高金额 为一名着姓违规人 四次酒驾剧册 处罚欢72万元 吊销驾照及吊扣车牌两年 像这样强制执行的案件 裁决所去年就强制执行386案 总金额4425万元 也公布20次累贩名单 共217人 虽然酒驾重罚 可是近期的这一两个礼拜 还是有酒驾的事故发生 在三个礼拜跟四个礼拜 都有民众来酒驾酿过 酒精能够都超过1.25 这个部分解放因 涉及共危险罪的部分 来移送申办 那酒驾怎么罚呢 酒驾出办的话 机车的部分是罚1万5到9万元 那汽车的部分是罚3万元到12万元 都要一致保管车辆 吊扣驾照1到2年 吊扣牌照2年 那如果是驾驶 公车或是游览车的话 这个部分是直接驾照吊销4年 那如果说10年内第二次累班的话呢 机车次就直接罚到9万元 汽车直接罚到12万元 那如果在10年内第三次酒驾的话 就1,40金额再加9万 那举例来说呢 他如果说上市的酒驾 他是罚12万 那这次再加9万就是21万 这个罚款是没有上线的 会一直累积上去 那一样呢 要一致保管车辆 那驾照就不是刚刚的吊扣而已 这个要吊效价到3年 牌照要吊透2年 那雷犯的部分还可以公布他的姓名 照片及尾把事实 那如果是拒策呢 赶紧不停 或者说停下来之后拒绝配合9册 第一次的话呢 是处罚盘18万元 如果说10年内第二次的话 就是1,40金额加18 也就是18乘以2 如果他有第三次的话呢 就是18乘以3 然后以此类推 这个部分也是累计是没有上线 那一样要一致保管车辆 那驾照吊修的部分是3年或5年 那牌照一样是要扣2年 那累翻的部分 也可以公布姓名照片及为法事 那这一次呢 今天我们会公布第二次 20次的酒驾累翻名单 从去年3月31号 酒驾新法实施开始 108年 7月1号是年内第二次酒驾 我们就会公布他的姓名照片 那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19次 192名 那今天公布20次 有25名 累计217名 那这一次20次的名单里面 酒驾聚册两次的有19名 酒驾两次 累翻两次有19名 聚册两次的有一名 那读驾三次的有一名 酒驾累战三次的有四名 那这一次20个名单里面 其中罚盘最高的是一位民众 他聚册两次罚盘 罚盘36万元 那我们这些公布的照片呢 都是由警帮他当场兰匹 提供给我们的现场财政以下 那我们再看看这20次 酒驾累半 这217名呢 他们的年龄分布在 30岁到59岁之间 那主要是新重年居多 那性别的部分呢 男性为大宗达到98% 那机车部分也 越高与汽车达到比例的56% 那这些名单里面呢 超过半数54%以上 酒精浓度都是超过0.25% 那这个部分是涉及刑法 185条之三 公共危险罪 一送司法机关来审理 酒驾违法又危险 台商荷包又要掉扣车牌 车辆无法使用形同废铁 对民众的生活影响大 蔡居硕也分析违规酒驾情形 30岁至50岁的青壮年于8成 男性占比更高达9成8 且白天抓到的酒驾更胜晚间 那我们看看这217名呢 有近7成涉及在外县市的 也就是说外县市的民众 来台北市酒驾被拦减到 酒精浓度超飙 那他们被举办的时段呢 比白天比例偏高 那上午的部分达到43% 下午的部分是24% 那这些相关资料 我们也提供给警方 作为职法康考 再来看一下这些累办 他们的累办情形 多数呢是酒驾累办两次 及酒驾累办三次 那这个部分呢 就占了比例的90% 再来讲一下我们 罚房不曉会怎么样 警方看了一张罚单之后 如果民众预期未讲 我们会依道教法律 第65条的规定 移送强制执行 那我们在去年 移送的案件 386件 移送的金额 4425万 那行政执行有哪些手段 除了扣款扣薪水 查封动产不动产之外 如果有股票股董置化 这些比较有价的物品 也会受到查封 那经过呢 我们统计呢 我们公布了24这217名的民众呢 他们被拦减的时段 或在白天居多 那这个部分呢 有一点颠覆说 我们传统认为说 是晚上被酒驾拦减的 机率比较高 那其实有一些民众 他是前一天 他已经喝酒 那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休息足够了 所以驾车 其实没有想到呢 其实身体的酒精浓度代谢 还没有完全代谢掉 所以说他被拦减到酒驾浓度超标 对这个部分呢 还是呼吁民众呢 除了就是酒后不驾车之外 还有就是 你出门当天 如果说确定有酒宴的行程的话 就不要开车出门 那即使你饮酒了之后 那身体要经过相当的代谢 那我们医那个医师工会 他们的一个建议是说 尽量在身体休息24小时之后 你的酒精浓度代谢才会比较完整 民众聚餐喝酒难免 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驾车上路 以免触罚受罚 避免意外而遗憾众生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 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 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药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药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针对金融捷运第一阶段 环评通过 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 根据交通处同仁向他报告 金融负担捷运的经费 有暴增的趋势 他希望中央能多体调 金融的财政状况 针对金融捷运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金融市长谢国良 在行程当中回应记者的提问 根据交通处给他的报告 金融捷运地方应负担的经费 以暴增为53.86亿 这和原先所提的17.7亿元大不相同 地方负担额度暴增三倍 这一点会对金融的财政产生重大的影响 针对金融捷运地方的负担额 将暴增三倍来到50几亿元 我们认为这个会让金融再度的陷入 所谓的财政黑暗期 国发会我们去年市政府 在林市长任内也发文给国发会 表达应该由中央来负担大多数的金额 所以我希望金融市府能够在近期 有机会能够跟行政院好好地来针对 升格以及地方的捷运负担额 一并地来讨论 要不然的话如果以金融单独 就要来负担50几亿元 我认为是有自爱难行的地方 民众党籍立委邱成远 他本身也是金融人 肯定金融捷运通过第一阶段还评 也会积极关注后续进度的推动 那今天终于通过第一阶段还评 我们希望后续在三个县市 包含台北新北跟金融 可以攜手来合作 跟中央一起打造一条具有效益的金融捷运 因为我想金融捷运他的主要的路廊 是跟金融河谷廊带来去做一个延伸 那包含他可能过去碰到困难的问题 是跟台铁的路轨有重复的状况 但是经过几次的沟通之后 现在应该要作为金融河谷廊带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跟社会住宅的一个提升 怎么样把这个双北的人代表金融 把产业串接起来 甚至跟桃园捷运 串起来变成北北基桃共同的一日生活圈 从产业青年住宅跟社会关怀的角度 来去打造这样的一个金融捷运 我想这个才是人民所期待的 那针对八堵进基隆第二阶段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交通部尽快来去说明 那不要再让基隆人苦苦等候 也不要再让大家伤心了 基隆捷运的议题与进度 中央跟地方都相当关注 相信在各方的合作下排除各种困难 最后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出现在市民的眼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后资十亿元新建的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议长同志伟也希望市政府和港务分公司 共同合作一起迎接 议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 在基隆观光消费 利都迭克花园 也就是俗称的空中花园 如果可以搭配大型邮轮停靠的 基隆港美景以及花园里面的造景 相信将成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里是耗资十亿元新建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不仅外观新颖 沿着中正路的旅客登船 玻璃帷幕通廊 让参访的市议员们眼睛为之一亮 随着进入最重要的 全新国际级自动查验柜台 拿出护照放上去 资料直通内政部查验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关上船前 每15秒左右就让一位旅客通过 每小时可应付2700多位旅客通关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受到基隆港务分公司的欢迎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 也感谢港务分公司的接待 虽然港务分公司不属于 基隆市议会监督的范围 但是市港发展一体 特别希望基隆市政府 和基隆港务分公司 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 在基隆观光消费 振兴基隆的经济发展 那疫情是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邮轮大概停滞了三年左右 那造成我想全世界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受到深深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的产业链 其实靠邮轮靠港务公司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族群跟脉络 那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其实市政府有很多单位可以整合在一起 过去很多公务器官公务体系 可能就有文化是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其实这个邮轮对基隆市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步道交通观光行销各个方面的整合 其实需要靠秘书长来整合每一个处室每一个科室 让整个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可以根据邮轮来做一个基底 那尤其我们市港再生计划 我们广场比较晚工嘛 那我们现在外面这个平台快要完成 那我们希望可以加速来进行 那所有的邮轮旅客来到基隆 那是感觉到舒服的感觉到开心的 最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来基隆 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旅客回流 就跟参加基隆的方式一样 他如果愿意再来 代表我们城市的发展是成功的 我拜託市长 副市长以至运组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社会团队非常有支持 整个游轮观光的新店铺 那也推出了邮轮旅客步行的一种 动献折夜检测标准的一种续席 那我们感到整个素食团队也非常的动力 那这种旅客来了以后在港区周边的一种 活动动献步道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现在也即将要完成 港区公司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一座来做交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透过各方面的交流就能做 让基隆港能够为基隆市 带来更多的一种经济机会更繁荣 我个人也有非常大的其他我也希望在这个 除了这个旅运中心这个地方之外 我未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 我们的市中心区整个串联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都市发展过去 我会跟港公司这边一起密切合作 来把周边的一个发展 然后再进度的来提出一些未来的一些播放 最后基隆港务分公司也带领议员们 参观在一楼出关处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布置的 渴望游基隆的行销区 希望游轮旅客可以借由美丽的 基隆山海景观大型照片的吸引 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多留几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前一阵子 新山水库的水位下降引起民众的担心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前往口茶 水公司方面指出 屋所有的工程都已经完工 开始恢复正常的蓄水工作 如果五月底前可以蓄满水 那到明年都不会有缺水的问题 市议员们看着新山水库裸露出来的黄土城 水库水位还是相当低 这也是看在民众眼里担心 基隆是否又缺水的情况 由于农历过年前传出新山水库水位 正在进行相关工程 导致水库水位下降引起民众的担忧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 新山水库考察关心也听取水公司的报告 我们都知道民生用水是我们市民所最关心的 那今天主要来这个试证考察 主要是因为之前就是有关水压一些供水的问题 那我们要了解说 这一次这个我们第一关系处 这个自来水的一个泄压的一个 放水的问题 还有这个管界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工程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市民的一个供水的一个正常 自来水公司方面表示 所有工程都已经在2月中旬完工 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蓄水工作 每天从基隆河抽水20吨左右 其中10吨储存到水库里面 如果天气没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预估5月就可以接近蓄满满水位 今年度基隆就不会再缺水 那我明天大概抽21万 21万其中的大概有10万左右到11万之间 是进到我们的新山脊水厂 然后去做一些净水准水处理设备 来供基隆 大基隆地区的民生供水 那另外10万到11万之间 我们就把它抽到水库来做一个续深的动作 所以说从2月16号到今天 我们大概已经抽了大概100 水库的水位现在库存量大概是165万吨左右 那我们公司的目标大概是在3月底 我们要达成400万吨的蓄水量 例如说1天10万 30天就300万 再进行量 所以要400万 那在4月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要达到700万吨 700万吨的话 大概是水库的运转归线左右 等于是它表示它安全 将来7、8、9 这个沽水期的时候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比较乐观是说希望 因为基隆的地区就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3、4、5 甚至到6月的时候 它会有些雨 然后基隆会有水 所以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在5月底 要达到900万吨 那如果达到满水位的时候 那整个基隆包括到明年的民生用水 大概都没有问题 另外市议员也利用这个机会和水公司方面做双向沟通 主要集中在各区自来水管如果破裂时 请水公司可以及时反应处理 并且告知议员们相关处理的进度 让议员们方便向民众报告 副议长杨秀玉也代表市议会 感谢水公司一区处的接待和报告 让议员们了解基隆的水情状况 因为毕竟自来水公司不归基隆市议会监督 但是议员们可以向市民朋友报告 基隆的民生用水没有问题 请大家放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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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